我希望瑞布能再发一下力将国产运动鞋价格给打下来了 hello大家好 我草蛋 刚刚你没有听错 如今国产运动鞋价格已经得靠是国外品牌来把它打下来了 我都不知道应该感觉到开心还是不开心 尽管我之前说过 经过5年发展 现在国产品牌对平价运动鞋市场的冲击非常巨大 使得国外品牌的竞争力不断变弱 但各位其实现在也能感受得到 很多国产品牌已经开始尝试去低端化了 很明显的就是他们的价格已经慢慢的跟阿迪靠拢了 毕竟你洋品牌卖这么贵可以 我国货为什么不可以呢对吧 不过好在国外品牌也不只阿迪耐克嘛 还有好几个 例如美金龙索康尼瑞布 在评价区间内都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 至少可以让国产运动鞋的价格不要串的这么快 所以今天我又给各位准备了4双 设计和质感都非常在线的瑞布运动鞋 并且价格都在500元以下 首先第一双是这双瑞布的Premiere Roll Plus 6 我记得去年瑞布还有一双是Roll Modem 也非常好看 价格要1000元以上 而这双只要489便宜了一大半 当然Roll Modem在鞋面上的镂空和堆叠结构 会让它更加具有潮流属性 在穿搭上会显得更加前卫 但是如果我是说如果 有些朋友会喜欢造型稍微复古一点 稍微纯粹一点的慢跑鞋呢 那这双Roll Plus 6 就是一双非常完美的答案 跟Roll Modem较硬的鞋面相比 Roll Plus 6的鞋面采用了更软更耐磨的 Cordora织物材料 和带有反光片的合成湿面 这个搭配在日常行走中舒适度会更高 并且这双鞋同样搭载了 瑞布非常出名的缓震中底 DMS Phone 虽然同样叫DMS 但DMS Phone已经不是采用 以前DMS的那种气囊缓震技术了 所以确切的说 它跟DMS也没有什么关系 不过即便如此 这双鞋仍然可以给到我一种踏实的感觉 因为这双鞋对于脚背 脚内外侧 还有脚后跟的包裹都做得非常的好 包括还有一块嵌入中底的TBU 在日常行走时 脚基本都是牢牢固定住的 非常的跟脚 而且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一种 做了轻量化设计的复古卖宝宝鞋的 例如跟这一双Roll Plus 6 非常类似的MP860V2 它们相较于MS95啊97啊 重量真的轻了很多 并且中底也没有那么硬 非常适合日常穿着 再加上鞋面由流畅的线条组成的瑞布logo 即使是复古漫跑鞋也不会显得老齐 那么如果你嫌这一双Roll Plus 6489 价格还是有点贵 我这里还有另外一款 也是瑞布Premier系列的漫跑鞋 可以推荐给你 价格只要249 这双鞋在某种程度上 相当于是Roll Plus的减板 因为中底相同 脚感也类似 区别就是这双鞋的包裹性 会稍微弱一点 前掌很宽 然后鞋面两侧 对脚而支撑 这双鞋在运动情况下也稍显不够 因此它更加像是一双 肩步鞋 不过咱们其实就需要一双肩步鞋了对吧 在平常通勤的时候 黑白会搭搭配色 搭配工装裤也好 运动裤也好 都不是问题 舒适的脚感同时保留了 轻量化复古漫跑鞋的造型 在这个价格的区间内 我也不会要求更多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双 瑞布的CL Legacy AC 这双鞋的圆形来自于 上世纪80年代的瑞布慢跑鞋 Ribble Aztec和Classic Leather 当年Aztec是一双正宗 用于田径场上的运动鞋 双密度中底 上层更柔软 保证脚感舒适 下层更厚实 提供地面缓震 这种中底的设定 也一直沿用到 刚刚我们提到的DMS Phone 那Classic Leather 大家应该对它的鞋型 也很熟悉了 差不多就以前 最出名的一双瑞布鞋了 所以这双瑞布CL Legacy AC 你也可以说它是一双 融合了两款经典产品元素的杂交鞋 然后这个配色 我的入手价是539 但我看到还有很多 其他配色的价格 大概在400块钱出头 但这个配色 是我最快能拿到的一个配色 所以这次就先给各位讲讲这一双鞋 相对于更早发出的Leather Legacy 之前的Leather Legacy 可以很明显看到鞋头还是比较圆润的 而这双AZ则好像减肥了一样 变得更尖 使得整双鞋看起来会更加修长 没有那么臃肿 并且在脚后跟的TPU方面 它也做了一个视觉化的放大 复古的味道减少了 结构上的层次感就增加了 除此之外 它还是一双矮子了 我大概用心估摸着一下 这个底起码有个5厘米 因此它的鞋后跟其实没有很深的 穿进去露出脚踝 也可以在视觉上起到瘦脚的作用 这双鞋子发售以来 一直有朋友会把它当做 Nike跟Sakai联名的平替 这也算是一种对这双鞋 研制的一个认可 但我觉得其实它俩是属于 两种不同的风格 Sakai的那双更加适合去搭一些 风格属性强烈 层次感强的单品 而AZ则适合简简单单 搭配一些纯色上衣和裤子 所以我个人相比之下 好会更加喜欢这双AZ 好的 我们再来看第四双 瑞布的Royaltex 严格意义上讲 这双复古网球鞋 售价218就200块钱出头 如果你平时对我穿板鞋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一款 白色鞋面加经典的 杖青色Ribout条纹点缀 还有板鞋经典的生脚底 至少在我这里 板鞋没有生脚底 永远都差点意思 然后另一点 这双鞋的皮比较薄 所以整双鞋鞋型 没有Club C那么臃肿 同时鞋垫也换成了 AZ的Comfort Footband 稍微提升了一下脚感 日常搭配裤管宽一点的 牛仔裤 或者带一点垂脆感的裤子 盖住一点鞋面 就非常好看 好 那么以上就炒蛋这次给各位推荐的 4双瑞布500元以下的平价运动鞋 其实用之前网友的一些话说就是 如果他换个标 还能卖贵两三百块 那现在这个价格 只能说瑞布真的是夹道中落了 一直被卖 一直靠情怀来维持生计 所以他的产品想要走量的话 只能在500元以下 这个价格区间内去竞争 当然我也不会说他500元以上的鞋子不行 例如他这一双Z Kinetic 我个人就非常喜欢 但你说有多少人买了 这个就不好说了 现在瑞布给我的感觉就像是捷豹 壳都是好看的 你看那个XFL多好看 但不打折就是卖不出 因为各种原因 品牌产品率下降的非常厉害 所以价格也只能跟着往下降 那从另一方面讲 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 现在正是抄底入手瑞布的最好时机 各位真的可以考虑一下 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炒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